欢迎收看金融办公室的节目 好 那么今天指数呢 来今天的话秩序开高走高 那么今天大盘的话呢 今天开高之后的话是 慢慢的走高之后 今天是收在相对的高点 好 所以今天大盘是涨140点 那量也稍微有出来 那今天大盘是3046亿的成交量 那OTC尾盘的时候稍微有拉回一些 那么基本上今天的话呢 OTC在尾盘的时候拉回幅度比较多 好 我们先来看看大盘来说 那么来 基本上面它是一底比底高 这个底型是成立的 那这个底部上去之后回测了一下 回测了一下之后 它慢慢往上面垫高 好 但是上面的话 当然它还有一个季线在这里 那季线很多人很关心 不过我上次说 它扣底的位置也已经到这边了 也就是说 那再过一小段时间之后 它就会从这边开始往下扣 那以至于这个季线呢 现在虽然是有点下弯 但是不久之后 那么也会开始走平 那走平之后就会转成支撑 对不对 那到时候的话呢 再站上去之后 那么往上的力道就更强 好 所以量有一点点在增加 当然增幅还不是很大 不过基本上它就是慢慢垫高过程 因为现在一时之间也不急于一下子爆量 因为如果在这里一下爆量的话 反而不是好事 对不对 因为你还没有 心态没有到位 我刚刚说 季线来说的话 你只要再等一个礼拜左右 大概在一个礼拜左右的话 它就会扣到这附警的位置 那时候再来增量就漂亮很多 所以今天来说的话 我觉得这种微微增量 其实是蛮好的状况 它就是让行情渐渐的加温 但是又不会过热 是不是 因为过热的话很容易就会 震荡会过大 那这是大盘 那OTC当然今天 其实OTC冲的比较快了一点 所以今天OTC已经冲到了这个季线上面 那冲到季线上面的话 所以今天震荡幅度就比较大 但预估在这里会震荡比较大 但是这底型要是成立的 而且刚刚说到季线一样 它现在扣这里 所以它其实过不了多久之后 它也会开始往下面扣 那也就是说它有机会会走平 所以这里震荡的话 短线上面 当然你遇到一个主要的均线 它当然会震荡 但这震荡 其实就是一个必经的过程 但是震荡之后的话 还是一样会往上面走 所以它量也明显在增加 所以其实大盘指数 行进的没有非常快 但是基本上是一个偏多走势 因为这段时间以来 指数基本上面来说 这里有个小底 那这个小底之后 这里又有一个大底 所以基本上 这都是蛮多利空去汇集的 因为当时遇到很多事情 这两个底型打出来是 一个美国的收资金 然后再来还有的 这个大陆的限电 所以很多的这个利空 去测试出来的低点 所以基本上 这两个低点都有效 所以的话 这底型已经成立了 那短期前两天也测过 所以前两天 其实它就回撤颈线 对不对 回撤颈线两天都守住 所以这里面的话 就是一个换手 应该说底部就是一个 有效的换手 那换手之后 再来就会继续往上 所以我说盘面上面 资金其实它就在轮动 那轮动的时候 你就要去掌握它的买点 对不对 那当然有时候 它冲太快会停一下 但是买点来的时候 就要把握 对不对 因为在围绕的几个主题 那其实都是有道理的 就是说基本上都是 明年的新东西 那明年新东西 因为大家都还没有货 所以它一开始会快 对不对 因为大家都没有货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它低端拉起来就拉很快 是不是 那是因为大家都空手 对不对 因为今年上半年在涨什么 今年上半年涨的是唐玉 那个就是很多人手上都有 但是现在在涨的是 很多人没有的 很多人没有的话 它一开始就不要醉凶 因为大家都没有货 而且有些人从地档上来 所以我说其实现在是要锁定 这个接下来的趋势 锁定这些趋势里面 当然它里面会轮动 但是每一个新的东西里面 它都有不一样的东西 那有人受惠大 对不对 受惠程度也都不一样 有的大有的小 是不是 那你当然就是里面受惠最大的 那还有进度最快的 它都会从第一 所以那种空间都特别大 所以我们来看看 最近的话盘面上的 也是上下震荡了 不过基本上面来看看 我们昨天谈到了预创 那昨天说这是高速传输跟元宇宙 对不对 而且它有全视角的立体视觉技术 还有软体的演算 所以这有一点点软的概念 就是说硬的东西加上软体的概念 那所以高速传输跟元宇宙 这两个都是明年的新体材 好 那么AR跟VR 其实已经供应这个Facebook跟宏拿电 这是已经供应了 对不对 那加上美系跟亚系 也有AR的新客户 是不是 那这AR的新客户 还是原来之前没有的东西 所以你会看一下这一块 它就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那首当其冲第一个受惠的 当然就是AR、VR 那AR、VR里面 来宏拿电冲得很快 对不对 那直接就有供应的就是浴创 好 所以其实它不只是供应在宏拿电 那FB也是啊 对不对 也是FB的供应商 那接下来的CES展 这个是每一年的重头戏 不过它都是年初就开始了 对所以预计 明年大概1月5号左右吧 那新东西要发表 好 所以我说新的产业里面 就有新的刺激 对不对 因为一个新东西开始的时候 那就会有很多受惠的 对不对 那东西都会有先后嘛 你说如果以元宇宙来说的话 那受惠最大的当然就是AR、VR 是不是 因为你不管用哪一家大家都要嘛 它现在还没有统一天下 它现在还没有整个一统起来 是不是 是 但是终会有那一天 对不对 但在那个之前 第一个会开始动的就是什么 当然就是AR、VR 对不对 因为你每个人都一定要用 对不对 这样大厂要推 是 所以跑在最前面就是这一块 当然其他东西也会带动 对不对 其他你也会带动起来 AI你会带动起来 因为你没有AI也不行 是不是 你没有这个人工智慧的话 你怎么去跑这么多的一些讯息 这么多的一些图像 对不对 这么多的影像资讯 所以你这个一定要嘛 高速传输也是要 所以其实有很多新的东西 它将来会连带到很多产业 所以你说它长得有没有道理 其实它长得是有道理的 对不对 因为那就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新科技 是不是 而且它是在零的阶段 对不对 它是从无到有的新东西 对不对 那从无到有的新东西 当然最受惠了 是不是 那第一个受惠的当然就是AR跟VR 因为你一开始 你不管它到什么程度 是一开始只有一小部分人有 还是越来越多人有 还是到处有很多一大块 对不对 那一开始就是每个都要 好 所以呢 那么当然新东西要登场了 那我们昨天谈到这个很快会创新高 对不对 那今天果然就创新高了 那今天盘东西一度涨停 那今天其实就真的就刷新新高了 对不对 因为两个概念都是全新的东西 是不是 再加上获利其实也蛮不错的 对不对 因为这都是属于高毛利的 对不对 又是IC设计 是不是 那高速传输的毛利本来就比较高 对不对 还有加上原宇宙也是嘛 所以这都是全新的新动能 所以现在盘面上很多新的东西 对不对 那新的东西里面我才说 第四季最重要是找什么 就是找新体材 对不对 还没有反映的新体材 然后明年成长空间够大的 是不是 明年你的营收获利要大幅成长的 那最快的是哪一种 就第四季就会开始的啦 是不是 第四季就会开始的一定冲第一 对不对 因为我第四季新单就来了嘛 是不是 那我今年还只有贡献四分之一 那我明年就贡献一整年 对不对 所以这种它一定会冲第一嘛 那加上如果优势在低档就冲很快 低价的也会更快 对不对 因为低价转机够大 是不是 很多股票其实以前也是从低价上来的 所以我就讲说 当时跟大家讲说 我觉得现在其实最重要的是 就是掌握新的标股 对不对 其实第四季重点在这边 掌握全新的体材 掌握全新的标股 那指数不一定会走很快 对不对 但是慢慢走是好事 是不是 所以我就讲说指数 它不一定要充量 对不对 它一下充太大的话也不见得好 对不对 你就是温和量真是最好的方式 但重点会在哪里 重点一定在新的股票里 是不是新的族群里面 对不对 还有明年空间够大的 那你会说我怎么知道是哪个 对不对 所以我说新题材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有没有 所以当时才跟大家讲说 来上礼拜我们说 分享一档低价的标股 是不是 那真的很低价 因为只有十几块钱而已 十几块钱当然够低价 那新的订单 10月份开始出货 对不对 而且不是只有一个月而已 那10、11、12 都是一路上去 那营收也会连续冲 那这营收跟现在比起来 会是现在的倍数以上 那股价是很低 只有十几块钱而已 十几块钱好处是每个人都可以买 小吃的也可以买 对不对 然后成交量又够 所以大资金也可以买 大资金你要买多少就有多少 是不是 因为那几万张成交量 怎么会不能买 对不对 加上这个是鸿海集团的 对不对 所以我说大家还不知道 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所以其实有时候 就先布局是最好 大家不知道的时候 是最容易买的 对不对 大家不知道的时候 你先买好也是空间最大的 来看看 然后就一路分出了 好 这是借换 那只有十几块而已 鸿海家族 对不对 那营收会开始连续的往上冲 那获利也是 那基本上这就是跟 低轨道微信有关 也跟元宇宙有关 有没有 来 所以连续两天涨停 是不是 那么礼拜五涨停版 对不对 礼拜一的涨停版 有没有 今天继续创新高 是不是 三天之前还在十几块钱 现在已经24.45元 今天再创负载新高 但是还是很低价不是吗 二十几块钱而已 但营收成长空间会很大 那就是因为新的订单 所以我说其实 明年对我们台湾来说是还不错的 对不对 因为有很多新的应用 那新的这些的话 你说像低轨道卫星也好 像OpenRain也好 那其实对台湾是有收回 对不对 因为以前的话是受限比较大 以前它不是开放架构的时候 对不对 就比较 你就没有办法 就比较可惜 因为有很多就是在国外大行手上 但是你到OpenRain就不一样 对不对 那个饼就开出来了 那饼开放出来的话 当然就收回了 所以我说明年其实对我们是蛮好的 是非常好的一年 对不对 但是你看这个其实买的时候 其实我在讲的时候都没人知道 都是还没有发动的时候 市场也没有人在讲 对不对 因为东西都是有快卖 有的东西是别人还不知道 对不对 你先知道的人都是先收回 因为先知道你就可以买最多嘛 对不对 你也可以买得大嘛 那往往都是上来一大段之后 慢慢大家才知道 对不对 但那就有一个价差 对不对 那个差距就比较大了 所以我说这个标上来以后 你再回头看 其实都是当时还没有发动的时候 就跟大家讲 是不是 还没有发动的时候 其实你是最容易买的啊 要买多少就有多少啊 对不对 所以你看是不是都是这样 那健康也是这样啊 但发动以前我就跟你讲了 而且我带你先买好 那你连续好几天 今天继续创新高 是不是 所以我说接下来还是要把握标股 因为台湾确实是 有一些东西是相当有实力的 对不对 你看像耀登也是嘛 来 耀登 这个全世界就只有五家而已 那亚洲只有一家 因为另外四家全部都是在欧洲 但是大家都要经过实验室 是不是 新的东西大家都要经过实验室 所以我们台湾也要做啊 那现在中华电信也跟他合作 对不对 要在六都要开始做 是不是 所以你看这个全球只有五家而已啊 新的订单也出来 这其实后面都还很有戏的 对不对 因为你一个新的东西 开始出来的时候 你会在后面的过程 你就会开始有很多利多 那只是大家知不知道而已啊 快跟慢而已嘛 对不对 有些公司比较有利基 他利多就会先来 你就会开始发现后来开始接到 谁的订单谁的订单 就像第四季有NRE的这个入账嘛 那也不是只有一个案子啊 是不是 所以你会陆陆续续的看到 后面的利多一个接一个嘛 那股价他就会反应嘛 对不对 所以我说标股就要更好 来 就是上礼拜一的时候就开始喷出了 也是十几块开始喔 对不对 也是一字头开始啦 对不对 是一百六十几块钱开始 一路往上面 往上面喷出 对不对 一路往上喷了 然后你看连续几天里面 他是礼拜一喷礼拜二喷了 有没有 一路都在喷出嘛 对不对 礼拜三的时候也是喷出啊 是不是 所以你在回来看的时候 是不是当时的买点都很好 所以我在讲说有时候 我在讲的时候都是 还没发动的时候 不是上来以后我再跟你解 对不对 因为我带你就是 买在该买的时候嘛 买在发动以前嘛 对不对 因为我带你就是赚钱啊 对不对 但你不只是涨标股啊 我带你不只是分析标股而已啊 我带你是真的做标股 对不对 我带你真的去掌握 这一段上来的时候 你一路这样赚上去 那个才是最重要的嘛 是不是 因为在市场上 你就是要赚钱啊 对不对 所以标股要更好 来 上个礼拜它其实就一路盆了 是不是 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每天都在大涨 礼拜四创新高 那创新高之后 你礼拜五是不是回 回那天我还特别讲 对不对 回的时候我还特别跟你说 连续标几天之后 震荡一下还会涨 你说真的还假的 是不是 那事实上它就是一个 停顿一下 有时候标股是这样子 它涨几天之后会停一下 对不对 停一下 稍微消化一下 那消化一下以后走圆来路 那该喷出来还是喷 对不对 该涨还是涨 是该创新高还是要重新高 结果就继续喷出去 所以上礼拜五的时候 那天拉回的时候 我就跟你说嘛 其实很多人在问啊 对不对 因为它一二三四都很强嘛 那礼拜五稍微拉回一下 那礼拜五拉回一下 我就跟你说 像那种形态的股票 你就要知道 然后拉回你要找买一点 对不对 拉回你要找买一点 对不对 后面东西都还没有发酵 那NRE的新的东西 NRE是什么 是不是 NRE之后 接下来 你收了NRE之后 后面就是明年的真正的贡献了 那NRE还只是前期 它还只是前面的东西 那还没有到后面 你后面真的开始量产之后 那个获利就达了 而且还不是只有一个案子而已 是不是 所以我就讲说还会继续飙 好 然后昨天的时候 来 是不是 礼拜五我才讲说 就拉回休息一天以后还会涨 是不是 昨天就喷出去 好 昨天又给你继续喷涨停 有没有 涨停锁住 有没有 那今天又继续创新高 是不是 来今天 235块继续创破断新高 这差多少了 这差很多了 有没有 你看我刚刚是不是讲 买的时候才多少 那时候才16级 对不对 到现在还没几天而已 现在是235 你看那差多少 对不对 所以我就讲说 这个新的标股要把握 因为第四季重点就在这 是不是 这都反映明年的新趋势 你第四季的NRE要进来 那获利就要上来 而且它不是只有一个案子 它是好几个案子 对不对 还有国外的新顶带 这都是反映在后面 对不对 这都后面一定要反映的 所以我就讲说现在 其实指数上面这段时间里面 大家很多人盯着他看 盯着他看的话 你就会错过很多机会 有没有 你盯着他看的时候 在这里你不敢买 在这里你也会确认 到这里你会想说有压力 它其实确实是有压力 但是这个压力告诉你什么 这压力只是告诉你 它会停顿一下 对不对 就像这里它其实已经停顿 它其实已经停顿好几天 对不对 但是月线开始怎样 月线开始往下扣 月线现在这里要开始往下 对不对 季线在这里要开始往下 所以其实两个线都会慢慢往上 两个线慢慢往上之后 如果量再出来一点就漂亮 是不是 那所以我就讲说好股票会走前面 那第一个就会先喷 所以我就说赢家就要先动 是不是 你就要买在前面 对就像我在讲说 很多人是等到行情大好之后再来买 好那个时候的话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其实就少很多机会 而且最好赚的时候就是在 大家半信半疑的时候 是不是 就像个股最好赚的时候 有没有 是低档刚开始的时候 有没有 后面的梦很多人还不清楚的时候 那个时候最好赚的时候 来App我也是都跟你事前讲 都会带你先买好 所以你看买的时候其实都没喷出 是不是 而且都是很好买 有没有 所以就讲说一直整合 对不对 IP股30到50倍 那明年它怎么样都是20几块钱 那20几块钱才300多块钱 有没有 我带你买好的时候三字头 三字头其实 这就很大比价空间 是不是 你30倍是多少 对不对 股价才多少 是不是 所以我说空间很大 重点是来 你买的时候它是没喷出的时候 所以我说股票最重要是先买好 你不要锁定好之后 就跟我一起先买好 对不对 因为先买好以后 你就可以直接赚了 有没有 那隔天就涨停了 后来大家就在看 是不是 来隔天就喷出涨停了 所以我说最好的就是 喷出以前买好 你前面都买好的话 你就是扎扎实实地赚 对不对 要赚多少有多少 那我觉得这种大涨 都是还会一路上 是不是 连续几天喷出 那昨天516创新高 今天也续创新高 不过今天尾盘稍微回一下 对不对 这就很像当时 这个要灯的情况一样 连续飙好几天震荡一下之后 休息一下 还是要创新高 所以我说 还是会走到它原来的路 因为你慢慢的接近明年 就是要反映明年的数字 对不对 获利是多少 本益比应该要多少 就像我说它应该要30倍的本益比 它就会慢慢走到那里 中间不一定每天多少 偶尔会回一下 但是完全没有影响 因为回完了之后上去 还是要创新高 所以其实这缓过来 可以赚很多钱 对不对 其实很大获利空间 我才说大家真的要把握 好那还没有跟上也要赶快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跟大家来聊一聊 那么其实 一个族群在发动的时候 你要知道重点在哪里 那你要知道什么东西最受惠 那你要知道哪一个还没喷出 好我们等一下再跟大家说 再会儿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锁定非凡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欢迎回到现场 好 所以来 那么来我们来看 其实新题材相当多 那么其实每一年到第四季的时候 大家在看来都新东西 尤其从无到尾的东西 好 所以呢 像元宇宙大家讲很多 那其实它影响会非常大 如果说真的要从头到尾来讲 后面会影响到层面 那一旦成型的话 真的成型的话 确实是很大的激励 因为它不是只有一两个零组件而已 它都后面 包括后面会带出来 包括IC设计也好 高速传输也好 AI也好 这些 还有包括绘图也好 然后还有虚拟货币 其实会非常多的东西 都会有相关 因为你没有那些 你做大的时候 这些东西全部都要 好 但是一个新东西里面 它当然会有先后 什么东西会最快 什么东西会最快有 就是说你即使没有整个 丙弄到全世界那么大 你一开始只有一部分 刚刚开始成型的时候 什么东西基地最大 所以还是AI也近 是不是 因为你一开始就要 你就每一个都要 每一个人都要 所以你不管是全球里面 你就算只有一部分的人 你还是要 但是这个就很大了 跟它原来商机比起来就很大 这个叫做从无到有 那个叫做爆发性成长 那叫可能好几倍成长 对不对 所以宏达电才会这样一路奔 是不是 来宏达电今天的话继续创新港 今天还奔盘交易 对不对 完全没管它 对不对 今天继续创新港 这就是元宇宙 元宇宙ARVR 好 那元宇宙里面 你看它当时沉寂了很久 那一突破以后 你看上去就是一路喷 那整理过之后 刚喷出的 它上去之后 你就可以留意谁 对不对 包括阳明光 对不对 它一样是元宇宙 那苹果应该 其实苹果是蛮大的 因为苹果这一块的话是蛮大的 对不对 因为苹果潜在就够大 使它潜在就够大 如果跟宏达电比起来 它其实潜在可能比它还大 对不对 所以这模式很像嘛 都是当时宏达电也是这样整理完之后 然后喷出去 是不是 那这个也是刚刚整理完 所以其实很多题材 对不对 那 那当然是这个先受惠 因为你每个人都要 你一开始就算没有天下一同的时候 你就算是 你不管怎么样 每个都要用到 所以那个柄是第一个出来 对不对 所以我说其实很多新的东西 所以你要去注意到那个轮动 你要注意到那轮动 你就要知道谁跟谁有关 对不对 哪个订单是谁在出 是不是 甚至有的是一起出 对不对 所以是两方都受惠 对不对 那谁上来以后谁会受惠 谁是谁的供应商 好 所以这就是怎样 就是你要知道里面的脉络 那你知道里面的这些原因 就像你知道元宇宙里面最强会是什么 最强是红达电 对不对 红达电强化还有我刚刚讲到 那预创也出给他 对不对 所以红达电营收会好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的话你就会看 你就会看他就第一个喷出 那刚刚讲到是 建汉是不是也打算 建汉是不是低轨道卫星 那低轨道卫星 是不是红海家族 对不对 然后也有open room 那他上来以后 你看他连续喷出了 连续喷出涨停涨停要创新高 那你再来就要注意谁 你再来就要注意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就才刚开始 这个就刚刚开始 这个就红海家族 什么东西是谁一起出 谁跟谁一起出 那大家一起去供的 你就要注意到 接下来谁要喷出 所以这跟建汉有关的低轨道卫星 一样的题材 而且就是一起往上的 所以你看建汉上来之后 这个你就要注意 所以其实就是这种轮动 你要特别知道 你要知道哪个哪个哪个有关 谁出货给谁 然后订单 谁有大订单 那个大订单里面是谁在出货 谁跟谁合作 你知道这些话就很快了 所以我说还没有把握好新标股的 赶快把握 想知道也可以打电话来 一起来把握新的标股 那这段时间就是要把握标股的好事 还没有跟上的 也赶快跟上来 那有任何问题也可以打电话进来 最重要一起掌握新的标股 也祝大家操作顺利 那我们明天见 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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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